中方对事件造成中方人员严重伤亡感到震惊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做出重要批示 要求全力抢救伤员 做好伤员伤亡人员善后工作 迅速查明情况 深入评估有关安全风险 尽最大努力保障中方人员生命安全 外交部和中国驻白产使馆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分别在北京和伊斯兰堡 同八方保持密切联系 全力开展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以要求八方尽快彻查事件 妥善转移并救治伤员 加强安保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在巴中方人员 机构和项目安全 八方通过不同渠道 对事件表达慰问和哀悼 承诺将竭尽全力 抢救伤员 开展后续处置 确保中国在巴人员 机构和项目安全 14日当晚 中国驻巴西散大使和 巴西散外密 一同前往医院 看望了伤员 转达了两国领导人的 关心和慰问 中方将于今日 派跨部门联合工作组 赴巴协助开展工作